这样 您跟咱们在场的八位女士都沟通一下 你们简单地沟通一下 她给你说出诉求 我看能不能给人一个浪漫的惊喜 行吗 我从来接触的女同志都 不超过一个手 你现在必须得接触女同志 头回今天见八个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怎么过来了 过去没有过 你必须得沟通一下 就这样 我打个样 就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喜欢我的另一半 能够在我特殊的日子的时候 给我惊喜的同时也能够关心我 你就说你做哪一件事 做一件事 我就判断一下 能不能做到我心里去 说不出来 你教我 我可能能说出来 要不咱们八位女士想出一个场景来 说现在我感冒了 看她怎么表现 早上我不会四点多钟起来给你做早饭 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了 也是历史了 因为我现在不需要过去 如果我是你老婆 现在 现在 如果我不起来给你做早饭 你怎么表示你 这个玩意也可以理解吧 因为毕竟啊 我不知道你年龄多了 我也不想那么辛苦了 但你我也不想那么累 叫你那么累 我能处理自己对付吃一口 我要想工作的话 自己就处理吃一口 不想工作我就不去工作了 那你就光自己吃一口啊 你看 乱电视哥会不会生气一关 你出去买点糊里给他带一口 他要这个 他要这个 不可能 为啥 那你还不管他了 不是说是不管 无论男童子也好 女童子也好 两个人生活吧 应该互相关心是对的 但来讲 作为一个男童子早早起来 去上班去 我还给他买回来做饭 那可能呢 是你出去吃一口 我吃了买十个馅饼 我自己吃五个 回家给媳妇带五个 这不行啊 这种情况说是可以 但是来讲什么呢 到底是我没吃了的 不是不是 我说是就是什么的 个别食物宝 特种情况那可以 假如说 作为在生活当中 长期这样的事的 如果女方人工作呢 工作早上还不起来啊 反正这顿饭你都得做啊 我跟我老公过这些年 不瞒你说 我从来就没做过早饭 你优秀 不是我优秀 因为我老公心疼我 我也需要工作 他每天都是 他也需要工作 他要逼我起来的早 每天都在他在做早饭 那行啊 一号他的回答你满意吗 不满意 就是这个一早做早饭 那事我都 都究竟在这早饭上 原来我爱人呢 就是最开始 当我没有饭死的时候 我给他做饭 但是我爱人都告诉我 我不让我起来给他做 但是我每次都坚持 给他做 这个年龄了嘛 就是说后 以后呢 就是说想找一个 能多照顾我的 我不可能 就是说 一天招招起来跟你做饭 我要不爱动的时候呢 这个都是互相的 你也可以给我做 对不 就像孩子说的 是 没有谁照顾谁 互相的 如果真的是 作为她的丈夫的话 你会跟她说 媳妇太累了 敬人别做了 刚才我说的 短期可以 长期这样是不可能 我要打断你一下 我要爆料一下 就是我们二姐 就是二号女嘉宾 她的情况 她刚才说的略少 其实她的丈夫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一个军官 当年是随军 来到沈阳驻扎 感情非常好 同样一个优秀的男士 同样后期到地方当领导 也是应酬非常多的情况之下 却是让我们阿姨 就是在丈夫走的时候 念念不忘 至今提到她的时候 谁提到她的过去 她都会掉眼泪 就是那么优秀 那么忙的一位男人 都能让一个女人 这样念念不忘 就证明那个男人 真的是面面俱到 做得很多 只是想提醒您 大家口中这个男人 是什么样的 因为对你日后的幸福 是很有帮助的 二号对于男嘉宾的 回答满意吗 不满意